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寨大队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这是第一次 大寨和陈永贵被中央级报刊突出报道 同年12月28号 人民日报又刊出 大寨大队受灾严重 红旗不倒 通过媒体的宣传 陈永贵和大寨人十多年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的非凡成就 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而大寨及陈永贵的事迹真正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 除了中共山西省委做的大量工作以外 还不得不说一说 同样是西洋人的李一清 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类似于说我们今天说的常委 他是广东那个地方 本来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 但是在大跃进的时候 那个地方很走在前面 浮华搞得很严重 所以成为一个重灾区 那么富裕的地方 开全国农业会议 伸手向国务院要钱 这后来觉得很为难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这次李一清回到西洋 参观了大寨 真的被大寨人改造山河 自力更生的干劲和毅力 感动得两眼泪汪汪了 他见了陈永贵一握手 他就感觉不一样了 这个手不是一般的人那个手脸面面都有点碱hes 不是 整个手是简单的 他说你是经常沉着这么点劳动吗 秦永贵说,我是劳动模范嘛 我不劳动 怎么那么叫劳动猛贩呢 第二个 我要在这个地方农事業农厅 我真的然后劳动我怎么了解生产 怎么智慧生产呢 这李一清一讲这个人不简单 说起话呢 不是一般农民祇不出记怎么看 到大三 Chill 里去看家静台 你家静台又我手 现在也 difficult 李怡青说陈永贵大寨了不起 大寨不是普通的先进村庄 陈永贵不是一般的农村干部 他做事说话看问题 有几分政治家的眼光 从此李怡青就成了大寨的义务宣传员 随着李怡青等一批高层领导的汇报 以及其他各种渠道上报的材料 使大寨的事迹逐渐在中央决策层传开 陈永贵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中南海的会议上 不久之后陈永贵也终于走出了台航山 来到了北京 随理部党首位在北京开一个大会 因为党首位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老人模范是 王敬奇是大庆 是所有部的模范 随理想想我们能不能在我们那个范围的 找一个模范出来讲的话 因为当时说了 就是60年大困难以后 需要这些精神 需要这种建国奋斗 自己童争的精神 这时候就找这种模范 王敬奇影响非常大 那么最后呢 人家说三西城打在地方有一个 打在面前不倒的这样一个典型 这个钱中英一席也可以啊 说这也算是一席 这就把他请来了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走上全国性的降台 在水利部 陈永贵讲了十年造地 讲了抗洪救灾 也讲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 天生一副好口才的他 不用讲稿 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 获得满场好评 这次别开生面的农民演讲 迅速在北京传开 当时北京正召开六级干部会 市委听说了这个情况 决定邀请陈永贵来会上做一次报告 这是给陈永贵打了一个舞台 打了一个台子 而陈永贵确确确实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台子表演 他十字不多 文化不高 他口才好 他有思想 讲话调理清楚 而且讲他自己的情况 讲得实实在在 所以陈永贵这副好口才 再加上他那副好头脑 再加上他的能干 这可以说成就他人生道路三大法宝 其实六三年红灾后 陈永贵就多次在山西各地 不同场合下做过演讲 都给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名作家赵树梨 就这样评价过陈永贵 他没有引用毛主席一句话 但整篇讲话充满了毛泽东思想 他文化不高 没什么理论 但讲话中充满了辩证法 口才好 有头脑 这是个人才呀 如果陈永贵从北京回旗阳县的时候 在火车那边认出来了 说陈永贵在那边 大家都不怕这个车想跑 这个东西火车没发开 这个车想说 大家就回到你们坐会上去 我叫请陈永贵同志 一个车想给咱俩来见你 这个车里整个走得一遍 这才把这个车稳一下 1964年2月 《人民日报》刊出 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 《大寨之路》 并发表社论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好榜样 正式指出 大寨为全国农业发展的道路 代表了一个方向 与此同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举办了学大寨 赶大寨的专题节目 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 陈永贵成了大明星 大寨的业绩 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 强烈的影响 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 九州大地 已是满目创意 这个时候 陈永贵和大寨人 在太行身上战天斗地的豪情壮举 深深的鼓舞了全国人民 从国家机关 包括很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 到全国各地的农村百姓 都对大寨的事迹耳熟能详 这为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创造了条件 但是大寨要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还有一个关键 那就是要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看 1964年3月 毛泽东又一次去南方巡视 3月28号 主席专列停在了邯郸车站 与这座古城相邻的就是山西省 58年以后 毛泽东很少再参与一线的职会 到62年以后 毛泽东基本的就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 所以对于中央的这些动作 甚至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 几乎是一个整版发表了一篇 关于大寨经验的一个社论 毛泽东都没有读 所以当时毛泽东不知道 大寨这回事情 毛泽东视察外地的时候 经常有这个习惯 他愿意坐在火车上 请大家当地的干部来谈话 请了这次请的是在邯郸 他请了河北省委书记林田 请了山西省委陶鲁家 在列车上 山西省委陶鲁家汇报了一些工作 其中重点抢了大寨的方方面面 他向主席介绍 大寨党支部有个口号 参加生产 领导生产 毛泽东很看懂这一点 听了后大家赞赏 毛泽东很感兴趣 特别是对于一个是自力更生 大寨之后不要国家的钱 他这个影响很深刻 当时国家非常亏难 要编制第三个部件计划的计划 各个地方都要钱 这时候毛泽东是国家哪有钱的 说大寨之后不要国家的钱 靠自力更生搞起来 此外 陶鲁家还向主席 讲了大寨人艰苦奋斗 十年造地 战胜天灾 建设大寨村的事迹 当然 最让毛泽东感兴趣的 还是大寨的管理制度 自爆工艺 标兵公分 也就是大寨工 毛泽东对大寨的全新管理制度 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有制度不繁琐 有差别不悬殊 大寨人员工序以后 大队以后最大的问题是 平谷讥讽 电路管理 我记得从里头 把农民之后搞过 给一些块地 怎么梗 怎么动 怎么在这工序定上个 然后完成了给你几朵粉 外不成了怎么发呀 这很复杂的过程 说你也是说八分五啊 有一伙人 哎呀 通过通不过 这边组织一伙人说 行 这边这伙人给中间人不做事 这都中间就有了个坑了 他说 这只不大 多少份碗 那边人说八分五啊 中间说 八分十碗 那边那几片 然后八分三碗 到底多少碗 八分三碗 这就是 一个类子 直接保留过粉 下上十个月 平以后 吃丁就是保水 散就是不把价 但是这样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人员好的社员 报分自然通过 称呼的他的能力也比较强 文心也比较高 他看了这个问题 他那边都不行 他就要自暴公益 就叫做民主平利 这个工会 他开始就要标准公会 你还有没有这个 男老动力之间选最强的 中冷的或弱的几个人 选出来的他跟他多少公分 你们跟他批 你们能够比上他的 就跟他一样 比不上你给他底下酱 他在那把劝人 对这个农民啊 反正多少累 基本上不定了 你一天是七点五分 你一天是六分 你一年你该多少天 一冲就出来 像那所合理一样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当时全国农村经济 一直没有找到一种 能为广大社员接受 而用简单一行的劳动管理 及相应的技筹分配办法 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对大寨 这一全国含有的成功集体 和陈永贵 这个有天赋的基层干部 更加好奇了 还问了陈永贵的情况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 他十字不十字 陶鲁家说 说上过几年十字班 能够十个千把字 毛泽东就认为这个人 就说是一个 叫做什么 穷山沟里图能人 又飞出金凤凰 这次回报 使得毛泽东 对大寨和陈永贵 印象深刻 回到北京后 毛泽东又向其他中央领导 讲了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 并在会议上多次提出 农业要考大寨精神 此时中央已经初步决定 要数大寨这面红旗了 但是这毕竟是关乎全国的大事 为了慎重起见 并进一步了解何时情况 周恩来决定 派农业部部长廖吕岩 带领一个调查组 去做实地考察 到西洋 澳大德调查了四十年 这个村里村外都调查 那一次调查 也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肯定了 报纸的宣传 我查医生为了报告 是真实的 不假 确实是好典型 那时候这后历史吹的时候 这个廖旅员就跟他讲了 大寨的妻子要送起来了 名声可就吹出去了 你明明可不得倒啊 你去要倒了 你给牛羊怪了 你就受到这种程度了 这个话显然不是一个 部长可以随便说的 他说我来之前 周恩来就告诉 说你把情况核实了 弄清楚了 可见他受中央之命去 这次调查也很说的 就是中央已经决定 要想要把他输成功期了 你去核实一下 而不是说你调查以后 我才决定 5月12号调查结束 廖鲁言和调查组 离开大寨回到北京 最后调查报告 列举了大量材料 得出结论 在大寨 人民公社名声好得很 棒打不散 廖鲁言和调查小组 回来之后 中央决定正式竖起 大寨这件旗帜 在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特别指出 学习大寨的三点 一是政治挂帅 思想领先的原则 二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是爱国家 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三条也被称为 是大寨的根本经验 当时新华社 对农业学大寨的报道 也是强调 只宣传大寨的根本经验 不提大寨的具体错法 应该说 当时中央领导和大多媒体 也有意识地在规避出现 一阵风一刀切 这样的错误现象 1964年12月21号 三届全国人 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陈永贵作为全国劳模 参加了这次会议 周恩来总理 在向大会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 郑重发出号召 全国人民都要学习 解放军大庆 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 和工作作风 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 向前迈进 农业学大带运动的帷幕 正式拉开 1964年12月26号 毛泽东71岁生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 安排了三桌酒席 请了几位中央领导 来京的地方领导 还有几位工农业的劳动模范 陈永贵便是其中之一 陈永贵 也带着极高的荣誉 离开北京 回到大寨 回到家以后 完全是一被骂 不光是不是英雄 不是什么模范 成了罪人了 你们他们一起的问题 来交代吧 这个西安的干部 农民也觉得 陈永贵 觉得不得了 陈永贵回来了 一行的这个 这种半个月的 压力碰碰倒出来了 说我们要死了 所以有些干部说 等你回来 我就去上吊 陈永贵 看这个不得了 就把人叫到城内 开了个会 原来从1963年开始 为了巩固 遭受重创的 国家集体化经济 全国开始了 清账目 清仓库 清工分 清财物的四清运动 1964年 陈永贵进行开会 四清工作队觉得 这是个可以在大寨 搞出成绩的机会 不然没法交代 他们一搞 开始加位 就把这干部拿来叫来 晚上谈话 不让谁叫我 他叫什么那个东西 包括什么粮食物 分别的问题 乱解工作的问题 都是一些直接问题 涨高涨高 当然对 这个农民没 没经过这么震大 一经过这个震事以后 就感觉压力很大 四清工作队 不可避免的 与大寨的弹捕和社员 产生了矛盾 当时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敢与四清工作队作对 陈永贵公开干 就是你的几条 咱们拿好了 变得了 什么叫乱提公辉 第二天朝 由于外地的参观下大学 就把社员叫出来 去扫学 说这该该给公辉 不给公辉 这样应该不应该来扫学 如果不扫学 这些人怎么上山餐馆 你们说乱提公辉 对不对 那这样就会发出了 两种扣不扣水费 不扣水费 那电机体更有理 你为什么要扣这个水费 你们要带什么 陈永贵抓住 大债旗感上升了床重 这句不知出自何处的言论 给四清工作队靠上了反大债的帽子 要知道 大债可是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榜样 工作队心虚了 这工作是干不下去了 眼看事情要愈演愈烈 1965年春 这次与四清工作队的斗争 以大债和陈永贵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这是陈永贵人生中的第一场政治斗争 与此同时 另一场风波也已开始 这农南有个大代表团 他到大债以后呢 听说大债产量这么高 这地母呢是发表的二母 他到那个城上去 把玉米包拿来看看 可能玉米包多长 所以说呢 是一米一行有多少利益 还没算 他大债的农产不至于这么高 不可能这么高 按照的农产算的话 他达不到这么高的产量 但是那个总产量没有假 那粮食像国家爆料 像卖的粮食 军农分的粮食 这个样子没有多少家 那就是地母一家 这些人自己退算 说大债的地母在一千五以上 不再把八百五十一千五以上 那就是多了四分之一 四清工作队听到了这个反应 但并没有敢动手去清 后来 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 和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省长 李玉秀 来到大债 听了四清工作队 关于此事的回报 觉得事情很严重 最后 此事登在了 只让中央最高层看的内部刊物上 目的是让中央了解这一情况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 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 周恩来说既然是 大家对这个地母有关于 而且我们要把它处理全国的榜 作为全国榜样 这个奖来的产量报道 继续是个问题 你必须把这个土地地母弄射 从土地批示了 阻止力量去上量大债土地 当然总理对这个事情看来也太简单了 太怕简直原则了 随后 国务院 山西省委 近中地委 西洋县委 再加上大债公社党委 共调集七十多人 参与此次土地丈量 称五级丈量土地 总理就得丈量一下 可以丈量清楚 但山西的土地是丈量不清楚的 土地太零碎了 大债土地四千九百块 四千九百块 最后到了地以后 小弟合并 就可以两千九百块 大地面 能上银子去离 小弟他只能跑 有时候 一个草帽放在地上以后 就盖上一片土地 就看不见了 说这个地块 你就那么清楚 你怎么量 你看这个地 它在温山上 造点梯田 可以半礼仓 但是都宽很窄 就极龙土地 这个量起来更麻烦了 你从地厌上量 但是从掌量上的地方量 这时候也本来说宽 这些村也没关系 但是量到地 其实礼仓里外 这就成了大说了 丈量之后 因丈量方法不一样 得出三个数字 当然 这是绝密数字 一起上报给了华北局 最后给出的结果是796亩 比原来的802亩 还少了6亩 就这样 这场五级丈量土地风波 还是以大寨和陈永贵的胜利而告终 和四金工作队抗衡 五级丈量土地 这两场风波结束了 无论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 这两场风波最后呢 都是按陈永贵和大寨的意愿结束了 1964年对于大寨和陈永贵 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 大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 一面产新的旗帜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帷幕正式拉开 这一年 陈永贵走出太行山来到了北京 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也开始了他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 1964年已经饱受磨难 刚刚走出三年灾害时期的全国农村 又有了一个新的榜样 各地群众备受鼓舞 全国的集体化经济 有了重新振作的一线希望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 明天见